十一,東方新地,學童韓輩隻骨受罪 2015年7月20日Kiss Experts K03年朱軍坡 不者近日與好友論及小朋友的韓輩問題 家長毛不帶吐苦水,有家長提及兒子午 六歲開始韓輩,二年十八刑事韓輩走路,精神萎美 有家長子女兒的書包蟲如石頭,繼而養成韓輩習慣 也有家長對小朋友長期低頭打機,漸漸韓輩更是束手無策 有見及此,今次與讀者分享如何面對小朋友或年輕人的韓輩問題 要了解韓輩,先要知道韓輩也有分為先天與後天兩種 少數人會因疾病或先天性病因,引致不能復原的結構性韓輩 情況並不常見,亦非小朋友韓輩的主因 而大部分出現韓輩的個案都是因後天姿勢不良所致 屬於姿勢性韓輩 這個世代的小朋友從小就接觸不同的電子產品 長時間坐隔而跳 腦滑邊走路邊低頭玩電子遊戲 都是形成韓輩的一大原因 脊椎由頸椎、空椎、腰椎、椎及尾骨組成 周邊有韓帶與肌肉支撐和保護 以保持身體直立姿勢 假若小朋友經常低頭彎身做功課或玩電子遊戲 容易使頭部傾前 令空椎過分彎曲 增加脊椎銀帶負荷 同時令空肌和上背肌機力不平衡 空椎變緊 形成韓輩 慣性韓輩對小朋友而言 不僅影響外觀及自信 更會影響日後發育 此外 韓輩會加速脊椎退化的情況 甚至影響心肺功能 後果不容輕視 想知道小朋友是否韓輩 家長可為小朋友進行測試 測試第一步 小朋友眼望前方 背部自然地貼牆 第二步 請家人將手伸進小朋友腰與腸之間的胸骨 如沒有韓輩 腰與腸之間的胸骨 只可讓一隻手掌穿過頭 肩甲骨及臀部可輕易地貼缺鞭刺 然而假若有聲與胸骨 而頭部要用力向厚滑才能鐵缺鞭刺 即表示有韓輩的情況 建議盡快找醫生作詳細檢查 一般來說 若發現小朋友有韓輩問題 脊椎神經科醫生會先了解其韓輩成因 若確認是因為長時間低頭使用電子產品 引致頸椎錯位導致韓輩 脊椎會以脊科手法治療 迅速地將錯位的脊椎矯正 同時以超升波治療增加血液循環 放鬆肌肉 減輕局部神經壓迫的癥狀 小朋友容易出現韓輩問題 其實 只要家長細心留意 提醒 情況也是能夠改善的 一般來說 小朋友做功課 溫習時的錯之容易鬆懈 家長可以多加注意 例如身體要保持不直 僅靠椅背 走路時應避免低頭打機 使用電子產品等 抬頭停胸收小福才是正確姿勢 此外 小朋友的書包應每天執拾整理 避免過重而減少對脊骨不必要的負荷 而運動亦有助強化肌肉和預防寒背 做伸展運動時 速度一定要慢 直至出現有拉扯的感覺即可 再慢慢放鬆回到起此為止 使用的力度要適中 若感到通楚 即表示力度太強 這反而容易造成肌肉僵硬及不舒服 寒背除影響外觀 也會使小朋友缺乏自信 因此 家長應自力協助小朋友介除寒背習慣 方能讓他們健康成長 朱坤破脊骨神經科醫生 香港執業脊醫協會主席 秉承陀洛 To Do, To Give, To Serve 的理念 積極推動社區脊骨健康意識 希望能加強教育香港市民有關脊醫護脊的知識 將外脊無界的信息傳遞到各階層 從而達至預防和保健的理想 設計CLAIRE